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一下房龄 房地产投资圈有不少朋友 有这样的口头禅 就是买房的时候 房龄35年之内的看房子本身 35年以上的房子就不看房子本身了 主要是看地儿 这话呢不正确 在温目华购房 你会遇到60岁以上的房龄的老房子 室内依然光鲜亮丽 很适合居住 在温西豪宅区 你也会发现一些百年以上的老屋 经过陆续的装修 依旧风采不减 吸引眼球 在购房的时候 不同年代的房子 确实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下面我们分起类说一下 上世纪30年代左右的房子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左右的房子 根本就没有浇筑水泥的技术 所以那个年代的房子的地基 一般就是就地取材 比如捡几块石头 弄几块卧卵石 作为地基 就以当时的技术水平的不发达 下水道采用的是陶土做的 这种材质的下水道 使用寿命最多50年左右 如果地基下沉 或者房子周围的植物根系 破坏了陶土 常见后果就是下水道堵塞 关于电线 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的房子 只有正负级没有地线 这种情况下 目前是不符合建筑标准的 在买老房子自住的时候 务必要检查墙上的插孔 如果只有两孔的 那就是老线路 如果是三孔的 那就是现代改造过的之后的 第二个呢 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房子 这个年代的房子呢 特别注意的就是电线 因为那个年代呢 普遍的是用铝线做导体的 线带的标准呢 是铜制的 因为铜的电阻小 导电性能比铝鱼要好得多 要现电线是铝制的 那么要更换全部的电线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几千块或者几万块 取决于房子大小而定 不少业主呢 只做一部分更换 因为有些老房子 铝线和铜线搭配使用 这样会产生严重的隐患 非常容易引起火灾 因为铝线接触到铜线 容易受到腐蚀 时间一长 链接触就会接触的电阻会增大 发热 造成电路时通时段 所以保险公司对铝线非常敏感 认为有大量的火灾奉献 虽然一般情况下 铝线也是可以给你上保的 但是保费要高一些 失眠 失眠这种材料 被广泛用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房子 其实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 失眠曾被广泛的 拥有在天花板的 管道的绝缘材料 以及墙壁割音效果等等 现在的问题来了 失眠的纤维 只要少量吸入肺内 就会造成肺癌 因此失眠被明令禁止 用作普通密具的建筑材料 但是只有当失眠材料发生破损 细小的纤维进入空气时 才会产生污染 因此即使那些使用了含失眠建材的旧式房屋 只要保持完好无损的状态 失眠纤维未进入到空气内 也就不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危害 话虽如此 为了健康安全起见 买房之前先要问清楚 是否使用过失眠 另外鉴于失眠的危害性 如果业主想把失眠前不去掉 一定一定要请专业人士 通风系统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的房子 没有抽油烟机 卫生间也没有拍风口 那个年代的要求就是 只要有开窗子通风就可以了 现在时面那些90年代左右的拍风扇和通风口 都是后期房主改造的 在这个年代的房子 会存在着最大的隐患 那就是油管 尤其是安装在地下的油管道 如果房屋的地基墙上有个洞 或者是在后院地面上 见到有管喉伸出来 这辆的房子就是以前烧油的中央满楼系统 尽管有些业主已经转用其他控暖设备 接的管道也被移走了 但是油管既然在地下埋着 这个时候请专人移走油罐 即使油罐没漏也要花几千块 如果油罐一旦发生泄漏 则会造成不可修复的环境污染 市政府会严令要求业主对环境进行修复 费用有可能是20万左右 而且这类房屋的保养公司 通常不愿意承保 所以小心谨慎 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房子 在这个年代的房子呢 最重要的问题是上下水管材的问题 房龄距今50年左右的房子 下水道一般用的是镀心管 这种管子非常容易被腐蚀 那是一直到2008年才全面禁止使用 在90年代前后啊 当时比较流行的是PolyB 也就是大家叫的灰管 如果发现自己的房子使用了灰管 尽早换成铜管是必要的 或者是PVC管 因为灰管容易爆裂 现在已经不再采用 另外关于房子建筑年份 如果房子建于1980年 但2020年进行了扩建 但是如果扩建的面积 不足整个房屋面积的70% 使不能宣称房子是2020年建的 依旧是1980年的房子 这一点买家和买家的经济 都需要自己核实 关于现代取暖系统 BC省Air Force的集中供暖系统 早已被气暖所取代 但电暖机片依然多建 特别是公寓和联派别墅 以及独立房的地下室等等空间 其实电暖机片 还有不少的优点 比如没有噪音 而且每个房间 可以调节到不同的温度 比较flexible 当然了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耗电量比较大 因为在BC省 气比电要便宜得多 面积比较大的房子 目前比较流行地暖 这几乎是豪宅的标配 地暖一般是用气烧涉水循环导热 而且可以分多个区域控制 比较fashion 缺点是温度上升的比较慢 有的个别卫生间采用的地暖 依然是电阻丝导热源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